选择 就是上面会有个潜输入以下的资料要送出嘛 那福特速按下去之后 这个Spin按下去呢 它就可以跳出一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的话就上面叫Pront 还记得吧 Pront选择福特 然后110-220你可以选的 选了其中一个之后的话 它会触发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 在什么 点下去会触发一个什么事件 应该是在这个清单上面 就是什么呢 Set on 什么呢 Item 什么呢 Sled 如果有Sled 这个应该还有印象 如果忘记的话 请各位回头再看一下 Spinner Spinner这个元件 因为这个元件算最 算最基本的啦 反正这个常用到的机会太大了 它有时候甚至会比那个 ListView来的好用 ListView缺点是什么 就是整个就全部都 就满满的 你不可能 那你还有什么话 你就没有画面了 所以 ListView通常会用在 可能你还在新增一个页面的啦 不然的话 在另外一个页面上面做处理 不然的话 其实也没别的 像这样的好几个选项 你用个 ListView放上去就满了 其他怎么办 其他就不用放了 但是你们要考虑一点 如果你要换页 换页的代价很大 你光要产生新的一页 你会发现 上次讲的 你要再产生一个 Activity 然后你要再去设定什么 那个 Manifest的档 的那个设定 然后还要在 在那边 在Uncreate的时候 要能够去 把那个 第2个View 叫出来 所以要多页面的 处理 当然也要 不过 但流程顺的话 基本上应该也不会有问题 OK 那选了一个其中一个 就slate slate 110 就把110 这个 这个讯息就丢过来 220 220过来 所以这边会触发一个事件 后面会写 那基本上你有观念清楚的话 写出来 应该 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前面 有练习过 那再来的话就是 输入那个安培 比如说 一台 PC的话 假设给 5安培好了 那如果你每天都使用 比如说每天都使用 现在大部分人都不关的嘛 我不知道各位 电脑有没有关 我大概都不会关的 我大概都24小时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可以养 养一些动物嘛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养动物习惯 就是24小时都会去抓 反正 无论什么动物都可能 随时都可以抓东西 我在我电脑上是有养驴子啦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驴子 有没有 那个电子驴的话 他可以 真的什么东西都抓得到就对了 各式各样 连最新的 月线片 好像都 都可以 为什么 等待一下 因为我们这台电脑 速度是 比较 比较慢一点的 那比如使用了24小时 输入上去 没有反应 OK 如果输入一个数字 已经有了 只是慢了一点点而已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电费 电费的部分的话 假设说我今天是几度 按一下计算 为什么今天这个这个电脑会如此的 如此 模拟器有点慢 慢到有点 OK OK好下来了 好那现在一度电多少钱呢 3块 4块 5块 5块好了 好 假设你家是 算大户 用的比较多一点的话 5块的话 然后按下计算 他就可以帮我把这个 计算出来 那 这个公司的话 就是说 5 5安培 乘上 他的那个什么 乘上他的 伏特数111嘛 所以550 550的话用一个小时就是550瓦 所以用两个小时大概就一度 一度多了 所以如果你20 等一下再看一下 这个这个模拟器啊今天有点 给他慢非常多 按下计算的话他可以跑出来 那怎么怎么做 算了不要等他了 好 那这个画面部分 另外还可以切什么 切多过于细 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在setting里面去切 那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完成的画面 类似像这样 我先把那个 我做出来的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 man的部分的布局 那布局刚刚同学 布的很辛苦了 就是说 第一个请各位务必注意 就是说上方的layout 请一定要用什么 Change layout 乘什么呢 Relative layout 就像你在Change layout里面的话 要选择的是 Relative layout 因为我已经选了这个 所以不会再清 清单出现 那Relative layout的话 他有个缺点 就是说 你在拉的时候呢 他会指向一个 比如说你点这个 我就一个 Test View 放过来 他会问你说你对齐谁 那我是对齐边框 那再来下一个拉过来 他会问你说你对齐谁 我对齐上面 在Spinner 拉下来的话 他会问你说你对齐谁 我对齐隔壁的 对 然后呢高度的地方我是把它改一下 改成50DP Spinner 其他的话 分别就布局 对齐上面的 那这边的话 这个是Editas 我的 宽度的话 我设为100 大概100左右 然后 再来分别布局 这个也是100 100 然后再来 那input type的部分的话 这边有个input type 要改成有小数点 所以这个时候才可以输入所谓的小数点 所以记得要是 Lumper Dissimo 如果你这个地方没设定有Dissimo的话 紫色Lumper就不能有小数点了 因为Lumper是 整数值 然后这一边这个是Lumper 下面这个也是Lumper 就是整数的部分 然后再来这个Button上面 加一个Button 底下再加一个Test View 对齐上面的 那在最下面有一个Test View 这个Test View 是最后显示结果 显示在下面 这个是第一阶段布局 也就是用Relative Layout来布局 不过如果说 你今天左右 你可以在 我这边是没有包 刚刚有同学练习的时候有包一个 就是左右可以再包一个Linear Layout Linear Layout 把它包在一起 可能会更好对齐 这个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因为 它没有硬性规定说 一定要用什么 只有规定 最上面的 就是那个版型 最上面的版型 一定要是Relative Layout 就可以了 那再来分别把上面的文字 输入 不过输入的时候特别重要 我们不是用那个 直接输入 而是用 字串支援档 那也就是说 我这边要增加一个新的什么 新的 Add一个New Translation 那这边的话我已经做好了 就是一个 英文的 英文的语系 英文语系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切过来之后 马上就变英语系 的一个界面了 那相关的 字串支援档 就是在这边 这边有个String 那这个画面 也在云端上面 所以等一下各位可以 自行参考一下 里面的话包含 就是说 它的App name 是叫 电费计算机 然后title的话 就是请输入一下 然后 福特 几福特安培 等等的这些相关讯息 另外呢 会多一个什么呢 多一个叫做array 特别是因为我们这边会需要什么 下拉选单 110或220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这边应该有讲过了 就是 Add一个什么呢 Add一个叫做 我们的就是 叫这个 String的什么呢 array array里面的话 会增加两个item 一个item是110 一个item是220 OK 利用这样的方式 建立一个 这样的一个String 自串支援档 这个画面 我有提供在云端上面 另外呢 英文版的 自串支援档 英文版的 也在这里 所以相关 因为这边会需要做一点点 动作 就是说要把它key上去 然后 这个我想各位试试看 它如果字太多 看这个 这个档 需不需要 如果需要的话 不然我干脆把它复制贴上去 你们就用 Ctrl C Ctrl V 不然你可能要做很多 OK 那这边的话 就是两个自算支援档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 介面跟自算支援档 OK之后的话 最后还有一个动作 记得说 这个Spinner的什么呢 它的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部分的话 记得一定要修改 特别注意 我们跳出来 会有一个 Spinner的那个清单 清单上面有个Title 上面那个Title的来源 就是 从哪个属性呢 应该还记得吧 从这个 Prompt Prompt是选择 Footer 所以这个是Option V 里面 也在自算支援档里面有 底下的清单 是从什么 从 Entries里面 Entries里面的话 会去选 就刚刚我们建立那个 自算支援档的清单 那这样的选好之后 就完成第1阶段 就是我们的界面 多国语系 还有那个Spinner来源 那第2阶段就是再来做什么 程式的撰写 那程式撰写就 两个重要 重点就是 两个事件 一个事件是什么 当 这一个 110 还是220 被什么 被slate的时候 你要去做后续动作 第2个是什么 第2个是 当你按下button的时候 要做什么事情 两个事件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刚刚讲的部分 其实也是综合练习 因为大部分 的功能 其实前面都有带到 都有带到 应该都没有新的 像多国语系 前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练习 另外的话 就是那个 Spinner 也做了蛮多 蛮多的范例 所以如果你对这部分 还不是很熟悉的同学 可能回 回头要再 复习一下 之前我们讲的 那 顶多是 比较 前面没有用到的 应该是那个 relative 类型 不过 relative 类型 其实就是一个版型 反正就是习惯它 对齐哪一个 你就慢慢习惯之后 将来你要布局 不过慢慢我建议啦 如果你要希望你 版面 能够适应所有的 装置 所有的device 的话 建议还是用relative 为什么 因为 将来你比如说你很 你大的跟小的 你放进去啊 如果说Linear类型 固定就在 左边啦 那看起来版型没那么漂亮 还是可以用 只是说版型 会没那么漂亮 如果你今天希望说 这个版型会自动帮你缩放的话 做自动调整位置的话 有时候还是需要用relative类型 不过恐怕还是要多测试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用relative类型做完之后 你要在任何的装置 最好平板上也可以run一下 看opopok 不能说你只能在手机上面run 还有呢手机可能各种size 你可能怕要 每个size都试试看 这样才算数啦